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爱乐电台FM99.7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只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要跟大家谈一个 很有趣很有趣的话题 为您邀请到了这位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 这是陈方老师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方老师在师范大学的国文学系 在那教授 老师这边的专长是戏曲方面 其实刚才在录音室外面 就已经跟陈方老师 哇聊得好开心 我一定要赶快把自己的东西 赶快搬到听众朋友们的耳朵前面 那今天老师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老师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题目叫做 昆剧表演中的前佳传统 老师为什么会想到要从这个方向来 跟我们来聊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当代看到很多的昆剧表演 其实是两个极端化的 一个自然是我们看到的经典折子的表演 另外一方面的表演可能是在一个实验剧场里面的一种方式 这两种之外的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本 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全本系 比方说牡丹亭里面的游园经梦 或者石教化 或者是像串折系 把串折系当作一个全本来看待 就折子串在一起 就串成整个故事了 但是这个折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比方说以牡丹亭的汤贤祖时期为例 当时全本牡丹亭是五十五出 对 并没有所谓的折子 后来呢 因为要在这个当中表现 生诞寂寞丑 每一个不同的角色行当 他表演记忆最精华的地方 同时呢 是在红麴鱼 就是红地毯之上 让观众呢 能够欣赏到 可能一个晚上呢 看到三四出戏 因此从这个当中去栽出片段出来演 慢慢把这个片段精修之后 加个头加个尾 或者其中呢 再做一些表演记忆的发挥 于是变成了一个一个经典的 折子系的段落 那这个折子系段落呢 在明代并没有所谓的相关记录 记录意思就是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对 意思就是没有生段谱 那这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大概要到康熙年间 开始有了一些生段谱的记录 但是真正开始呢 我们现在看到 比方说像牡丹亭为例 那他最早的这个生段谱的记录呢 是在乾隆时期 而且在乾家时期呢 所谓的乾家传统的意思呢 就是在当时呢 第一个他的折子系的句名是固定的 比方说那个折子系 你原来在原来的全本当中 你可能不叫这个名称 比如说以牡丹亭为例的话 根本你找不到游园金梦 在原来的文本里面只有金梦 你可能也找不到 我们现在所谓的学堂 现在能看到的呢 是叫做归属 就是在归房之中 去家里的私塾读书 叫归属 可是我们现在困居当中的 舞台台本上 我们就说学堂 或是春夏闹学 闹学对 那实教话也是一样 在以前的文本里面 实教之后 那个教话叫做完真 它其实根本不叫教话 不是叫教话 对 这些名称什么时候固定开始呢 都是前家时期才开始 就是乾隆嘉庆时代 对 才开始有的 对 才开始有固定这个名称 而这个名称之外呢 在音乐上来说 我们的纳书银曲谱 我们的乐府传声 这些往下传 传给韩华清 韩华清在往下传于树炉 于树炉往下传于正非 于正非在往下传 现在尚昆的 从蔡正仁 岳美提 张敬贤 这所有的这些重要的演员 但一代传承下来 都是追寻到乾隆时期的 纳书银曲谱 跟乐府传声 那除此之外呢 就这个表演上来说呢 在前家时期 最白球这本书呢 是江浙时期 当时舞台的表演本 所做的一个折子的选集本 那么嘉庆年间呢 他另外有沈樱建古录 这个沈樱建古录呢 旁边还有筑记 所以有人说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演本 他可能是一个导演本 可能是真的有导演 说这个地方你该怎么演 那边你该怎么演 那不论如何 这些都是前家时期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戏曲理论的书 戏曲表演理论 第一本的书叫李源源 他也是前家时期写出来的 教人怎么表演的书 那这如果跟日本的 比方说日本能剧 做比较的话 那这就很像 日本能剧里面 诗阿弥 他所写的风之花传一样 那更重要的是 既然叫传统 就要有传承 往下传承 于是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表演 经过了当时的一些 在前家时期 江浙地区 他们的一些表演的记忆 他的往下弟子一带一带传 我们可以看到 往道光 道光绪 一直到清末民初的传自备 然后传自备之下 自然在浙江就是市自备 于是在江苏省 他们就是济自备 那么到了尚昆这些 演员也是 沈传子老师等人的学生 继续往下 一直传承到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说 昆去传到 传自备之后 都已经到了昆三代 或昆四代 所以他的追溯脉络 全部都是归结到 前家时期 那这个话呢 说前家传统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创的 这是谁说的呢 这是周传英老师说的 周传英老师 但就是传自备 那周老师呢 他在自己的一个 昆聚生涯 六十年 这个书当中 他自己说 他说我们老先生 教出来的戏啊 都是一个样的 非常的严格 所以教出来呢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怎么样的一个表演的 唱作念打 这个呢 是前家传统 也叫做 姑叔风范 姑叔风范 前家传统 对 所以前家传统 他代表的是一种 姑叔风范 我们很难形容 这么一个抽象的词 什么叫风范呢 可是他所讲的 这个意思呢 可能就要带到 带一点书卷味 他可能带一点 雅致的意味 因为是雅 所以我们知道 昆聚是百戏之母 他是唯一的雅部 所有的这些戏曲剧种呢 由真人来扮演的 三百多种 那另外的布袋戏 评语戏 傀儡戏一百多种 三百多种的这些 真人扮演的戏曲 只有昆聚是雅部 其他几百种都是花部 那像我们台湾歌子戏 可能是花部之花 老师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 解释一下雅部跟花部 雅部跟花部这个词汇呢 其实也是从前家时期出来的 那当时呢 是因为在文人的笔记小说当中 提到呢 要把这些乱谈戏 他们把乱谈戏叫做花部 那么乱谈戏里面呢 他们认为从政府开始 都认为像一阳枪之下 高枪 帮子枪这些都是乱谈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很吵 他们的锣鼓筋很丰富 总而言之把它叫做花部 所以相对之下 就把唯一的昆聚当做是雅部 那我知道刚才老师 其实还讲了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讲周传音老师 在讲说 为什么大家只要聚在一起 这个老先生的本子 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个故事跟我们大家聊一下 好不好 就真的非常有趣 这个其实要回忆到 当年为什么会有船自备 就是因为昆聚 它的发展 它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去欣赏昆聚呢 其实是应该书州的园林 小桥流水假山 于是在这里慢慢的品名 兵主静欢的聊天之中 听着眼笛之声 开始唱昆聚 这么样的一个雅致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小众的娱乐活动 是一个文士阶层的活动 所以在我们的北伐啦 抗战啦 这样的一些内忧万坏时期 这很难生存 因此这些艺人呢 昆聚演员呢 都会非常的流离思索 所以在当时其实到了期末呢 尤其是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比较动荡的环境里面 那么当时愿意学昆聚的人 或者要去特别体会昆聚之美的人 的确是变得比较少 当时知识分子呢 比较大的关心都是在怎么样去救国救美 国家民族 所以都是一些政治剧 很多戏其实它的格律是没有办法演出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更不会去雕琢瓷砸 或者是去研究怎么样的音律上面的一个美 所以昆聚它是衰亡的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因为五口通伤之后 很多开步的这些港口 比方以上海为例 那个朱介区 它里面的娱乐活动竞争的对象非常的多 有马戏啊 有电影啊 然后有话剧啊 有各种其他的经营 客厅啊什么的 是 所以我们的这些戏曲的表演 它其实要跟这些其他的艺术形式竞争 那昆聚相比之下 速度太慢了 太过优雅了 所以当时也许在上海 清末时期呢 一百多家戏原子 每一家晚上都演金剧加帮子戏 大部分是金剧 然后要用的这些方式 比如说金剧 我们就会有金派跟海派之分 那个海派南派的金剧 他们是用真刀真枪去打的 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非常的实作性的 因为他要跟外面不同的娱乐形式竞争 那真的就很 我们是到现在话说很洒狗学的 应该说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 非常的有看头 所以即使是一个舞弹的表演 他可以从这舞台上面 舞台上那个高是四尺高 跳上跳下 翻叠扑打 什么都有 一个天下第一舞僧杨岳楼 他是最早的三庆班 三庆班后来接任的班主杨岳楼 他的外号叫天下第一舞僧 他一上台演一个安天会 一个孙悟空 一上台先翻跟斗 先翻99个 不离开这个方圆 所以他在金桂茶园搭班 对面那个单桂茶园打对谈 单桂茶园的演员阵容 比他这个整齐很多 可是观众买票要来看他 看99个跟斗 就为了看他翻跟斗 所以比方说像这样可以想尽演员的辛苦 那个时候演员大概要有打炮戏 意思是说你前三天刚登台 你把你的绝活拿出来 你演得好 这戏园子老板跟你签约 如果你演不好 三天演完就走路了 结果有演员 有一个演员我们应该说一说 他名字叫做辫子飞 这是他的艺名 他演一出戏叫三上吊 我们就想象这是一个空中飞人绝技 可是是没有安全措施 所以他要从他的舞台上面掉钢丝 飞过观众习到后面 再从观众习后面再飞回来 再缠绕这个柱子上下 因为这是一个良上君子的故事 所以掉钢丝不是现在才有 是民国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清末民初就有 上海戏员就这么做 结果他的安全措施做得不好 他一掉过去的时候 在半空就是观众习 直接掉下来 打炮戏第一天就掉死了 就死了 所以演员是薄命演出 我们可以说那个年代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个昆剧怎么去 这么样优雅的一个唱腔 这么样婉转的自清腔纯版正 你怎么跟这样一个时代环境竞争呢 所以他是衰微的 到了清末呢 只剩下一个全服班 而且还是一个文全服班 他连武戏都演不了了 因为很多演员开始都要去金跨坤 他不能只是纯坤剧演员 要去找生路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像徐凌云 像木偶初 木偶初是实业家 这个很像我们建国工程的 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非常感谢的董事长 那么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在苏州 就做了一个苏州的昆剧传习所 把文全服班几位演员请来 到这边开班授徒 所有招进来的学生 为了要传承昆剧 全部叫传自备 所以这些传自备的学生呢 老先生教戏啊 非常严格 那个老先生教戏呢 手上拿一个很大的戒尺 另外一叠铜板十个 每一支曲子 唱一遍 一个铜板拿过来 唱两遍拿两个铜板 十个拿完就唱了十遍 再一个一个拿回去 所以每一首曲子 都是唱上了千百遍 他怎么会忘得了呢 对对 先唱上这样 几个月之后 你熟悉了 才准你开始踏戏 意思就是教你身段 所以你是曲子先学会唱了 你才去学身段 而且身段根据你的行当 你应该是怎么样幅度的 高度大小 你应该做多大的这种挥动度 都是限定非常严格的 所以这些演员被训练出来之后 一辈子都忘不了 因此等到中共建国了 那么要演员们到苏州去聚会 那时候大概还剩下 二十几个传自备 只剩二十几个人 只剩二十几个人 整个全中国会演昆剧 就这么二十几位 那么到了苏州去的是十六位 根据资料记载 十六位陆续从各地坐火车 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 到达苏州 其实到的时候 已经可能都下午了 晚上领导就要求 要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年 都没有再唱过昆剧了 有的是去搭别的剧团 比方说像周传英老师 他就去搭书剧团 否则无法维生 那有的可能改行 有的去卖菜 有的可能甚至做乞丐 还有的船自备活不下去 去撞火车自杀都有 非常悲惨 在一个战乱时期 所以船自备这些 术国锦存这些师兄弟 其实真正唱纯昆剧的 几乎没有 因为他无法维生 可是剧到了苏州 下午大家说 好吧晚上领导要看戏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讨论十五分钟 你唱什么 我唱什么 说完了回去休息 晚上就台上见 他不会忘记 才讲十五分钟就可以上台了 他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训练是这么严格的训练方式 所以我有时候想想 我们的戏曲学院 或者我们的戏曲教育 是不是参考一下 倒不一定要用棍子 但是是不是让我们的演员 看到一个艺术 他的精华 可以有一种期待性 那么也许我们的教育 就会更成功一点 所以这个前家传统 其实是慢慢一点一滴 非常扎实的累积到现在 并没有做大的改变 其实这也是困惧 非常迷人的地方 但是在这当中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老师您研究的是文本 所以在文本的传递的当中 会不会还是会有一些闪失 因为在战乱的时候 真的要把一个这么精致的东西 保存下来 是很艰巨的事情 其实并不一定是保存文本 而是因为中国这些戏曲表演 都在演员的身上 所以只要他学会戏 都印在他脑海里 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 他不会说我学了几年的戏 他会说我学会几出戏 我会几个剧目 我跟这个老师学了一出 我跟那个老师学了两出 因为他学会那出戏 他就是深刻印在脑海里 不会忘记的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虽然把折子戏 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有文本也有集子 甚至在前家时期是 醉白球或者是省英剑谷路 那么到了民国初年 还有集成曲谱 到了现在我们就算是现代来说 还有树炉曲谱 有郑飞曲谱 所以其实折子戏 他的一些音乐表演 或者他的一些功扯谱 乃至于他就算是一个曲谱 或者是他的一些文本记录 还有一些总集是看得到的 这个倒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比较大的问题在当代应该是 我们现在最近这20年 我们很流行要做全本戏 我们想做全本戏 就不会像是以前 单纯折子戏的单折演出 或是串折演出的形式 不会连演三天三夜这样 对所以这个全本戏 问题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全本戏 其实原来可能五十几出 或者更多 但是现在为了要一个晚上演完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取舍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说 在这些取舍当中 其实就发生了一些状况了 这个状况也是 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事情 一般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经典折子 老早在前家时期 它的那个折子的基本形态 已经被捏束定了 所以这个再发展 不能说完全不能调整 但是你只有微调的空间 比方说像牡丹亭的游园经梦 游园经梦你不管在任何一个 重构本当中 你的游园经梦都会固定的 该唱的曲牌一支不少 你根本不敢剪 也不敢删任何其中一句 它是一个经典段落 这是第一种 唯一条空间而已 那第二种呢 它其实是 这个折子 它虽然是一个传统折子 但是作为经典折子 保留下来呢 如果放到全本戏 重构本里 它的困难在于 一个晚上演完 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当年做这个折子戏的时候 为了要让它变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所以它会加点头 加点尾 甚至中间演员还要表演 他自己记忆很棒的地方 不然怎么能展现这个折子戏的精华呢 比方说许梦 那个许梦如果真的在 折子戏里面保留下来 是唱十九支曲牌的 那如果现在我们真的还演个许梦 唱十九支 这个全本戏是没有办法演 所以它势必是要删结的 但是删结要删什么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对文本文艺的认知 第三种情形是 可能原来有那个折子 但是这个折子在流传过程当中失传了 那我现在要重建它 比方说牡丹亭里面的写真 就是杜丽娘画字画像的那一段 以前一直有的 但是到了传次碑到计之碑的时候 这中间已经失传了 所以什么时候把写真重建出来呢 是谣传香老师 带着张继青一起琢磨 把它给磨出来的 所以写真这个戏事 原来有折子 后来失传 现在再根据老师的经验 重新再捏束 第四种事 根本先前没有折子留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这个重构本 那这就牵涉到谁有能力捏束 所以比方说 我们做一个青春版牡丹亭 为什么白信勇老师 要请到大师汪世瑜老师 要请到我们的张继青老师 来磨练于九龄跟沈丰因呢 因为汪世瑜老师 张继青老师才有能力去捏细 所以张继青老师 他纠正沈丰因 白信勇老师亲眼看到 做一个水修的动作 可以纠正他33次 那么比方说 汪世瑜老师要要求 于九龄做一个精深的踏步的 这个走路的姿势 至少19种 有19种精深的步伐 你是可以去要求的 那像这些都非常的细腻 所以在我们现在重构的时候 他会有好几种不同的状况 我们要去考量 真的是重构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看这种全本戏 但是这个全本戏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背后真的要经过很多的琢磨 我想先聊到这边 我们先让老师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们待会继续 请老师跟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在这个全本戏跟过去的折子戏当中 其实有些很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今 来 今 来 今 来 今 开 今 来 今 来... 今 来 今 来 我去期 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夜 他面这一夜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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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产台湾首选远雄 大家好 我是清荣 眼界看遍大山大水 回家看见幸福巅峰 新装复都心用千亿造国都 中央合署官邸特区 机场捷运复都心站旁 与台湾电影文化中心为邻 收藏幸福真价值 远雄国都 68到150平 恭迎世界领袖回家 我是远雄之星邓娟 说出Robo Kitty在远雄 完成赏雾就能得到限量赏雾里 手机直播5512855128 送完为止哦 现在获得双认证的意大利提琴 在台湾就能轻松拥有 意大利知情协会台湾展示中心 是台湾唯一拥有知情师 和知情协会双认证的机构 每一把提琴都来自 知情圣地克里蒙娜 传承500年工艺传统 精雕细琢 品质完美 是爱乐人一生追求的梦想 来自克里蒙娜的经典 就在意大利知情协会台湾展示中心 捷运中正纪念堂站2号出口 点藏专线02-2358-7907 至产台湾首选远雄 我是阮木华 远雄主案采梅园 500亿曼哈顿计划示范区 千坪公园第一排 百米洞区豪宅 千米四季水岸 大道王者风范 运筹帷幄大中华 华人首选第一局 远雄左岸采梅园 全新落成 63瓶最后席次 静腰珍藏 我是远雄知心邓娟 说出Robo Kitty在远雄 完成赏屋就能得到限量赏屋里 手机直播5512855128 送完为止哦 建筑 建筑李天夺27层摩天 生活2600平水岸景观 喜来灯核心商圈 润龙国宾大月 25至38平即将盛大公开 邀您入主主北最强增值计划 润龙国宾大月 6683588 我们用心 TSO新出发 台北势力交响乐团 2013音乐季 大师再度出手 这一回 吉博瓦格要带你去法国 TSO九神欢宴音乐会 首席指挥吉博瓦格 与韩义德籍小低琴家康朱美 同台演出拉罗西班牙交响曲 并带来弗瑞、白劳士、卢塞尔等 法国作曲家经典作品 邀您见证大师的纤细与优雅 10月13号 国家音乐厅 TSO九神欢宴音乐会 首席指挥吉博瓦格 设宴款待 台北设立交响乐团 全体邀您一起出席 五酒不欢 五月不乐 购票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 爱乐听友专属七折优惠 请播专线 02-2578-6731 转分机724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与您分享音乐感动 高是一种信仰 一种标准 高是成功哲学 占得越高 将解越广 坐山望海新世界 乡林山海会 再造台北半山传奇 红树林富人湾之顶 乡林山海会 2809-0808 建筑 李天夺27层摩天 生活2600平水岸景观 喜来灯核心商圈 润龙国兵大月 25-38平 即将盛大公开 邀您入主 竹北最强增值计划 润龙国兵大月 668-3588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国立师范大学的 国文系陈芳教授 刚才听陈芳老师 讲到这个前家传统 其实说实在 我真的是很浅薄粗陋 第一次听到 所谓的前家传统 对这个昆曲的形容 那么我在想 我们要不要就拿一个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比如说牡丹亭好了 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比如说在牡丹亭里头 到底有哪些东西 其实是在 它的文本里头是这样子 那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些误解 或者演变到最后 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改变的状况 在我们这一路以来 不论是折子 或者是重构全本的 这些动作里面 我们在当代 最近这三十年来 其实我们大概有 二十几部 所谓重构的全本的牡丹亭 光是牡丹亭就二十几部 大家好爱牡丹亭 对 那但最近这十年 最红的自然是白信勇老师 他所来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 那么白老师之所以 会制作青春版牡丹亭 这个起因是因为 白老师在纽约 看到陈世珍导演 他所制作的 我们姑且叫纽约版 是温宇航跟钱益 所主演的牡丹亭 那个牡丹亭 其实陈世珍 这个导演 他并不是要做一个 纯粹昆剧牡丹亭 因为他要演的对象 是要给外国人看的 所以在这个当中 他其实想做的是 一个文化输出意义 因此他的构想当中 除了昆剧的小桥流水假山 我们还应该把 苏州平潭也加进去 还有包括刺绣 所以我们的戏服上面的刺绣 以及我们还有 很棒的一些杂技 比如说踩高桥 庙会表演 甚至在甘肃 发现过所谓金履衣的甘诗 那这些都应该 在我们的戏曲里面 都能展现 它其实基本上是 文化输出的意义在 因此在那里面 比方说杜丽娘 有起死回生的戏 叫杜丽娘就真的被金履衣 包成木乃衣 抬出来 他是穿着金履衣 是 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自然不是一个 纯雅的昆剧 所以当时其实最早 陈世珍本来是想要找 上海昆剧团来演这个戏 但是排完了之后 这个中共的领导觉得 这出戏不能代表昆剧 所以后来是不让他出国演词 对 所以后来陈世珍呢 就是找了温宇航跟钱义呢 到美国去 加上一些票友 一些他们这个 在美国北美地区 他们的一些演出者 大家共同来组织这出戏 那白星友开完了之后呢 当然有感触 因为他是文化输出 意义为主 他不是以昆剧为主 所以白星友就觉得 应该要做一个纯粹昆剧的 而且既然杜丽娘是16岁 柳梦梅是20岁 一定是青春版牡丹亭 所以白星友回来呢 就找了苏州昆剧院 于是就找到了于九龄 跟沈丰英 制作青春版 那么上海昆剧团呢 又接到领导的命令 说既然纽约那边 要自己做个版本 自然我们要做一个 不落人后 对 我们要让人家知道 什么叫做牡丹亭 我们真正做个全本牡丹亭 也是上中下三天演出 姑且我们就叫经典版牡丹亭 所以这一组牡丹亭呢 就是三组人马 前面呢 一组人马演 中间呢 自然是月美婷老师 加上李雪梅 月美婷呢 其实那个时候是 实教化是他的经典代表作 那后面这一组呢 就是蔡称仁老师 跟张敬贤 都是最大牌的 对对张敬贤老师 所以三组人马来演 牡丹亭经典版 可是呢 在重构当中 他们都有一些 他们的构想 比方说以青春版为例 就以我们的经典的 游园经梦为例好了 这两个版本啊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经梦当中 最后杜母 杜丽娘的母亲 是不上场的 是春香上来 叫醒了小姐 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一出戏 其实在文本当中 它叫经梦 经梦就应该要受经啊 所以这个经梦 其实在文本的表层的意义上 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杜丽娘 她从南方里南地区 到了江西的南安府 在这里一年多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父亲请了一个沉醉粮 这是一个老迂府的 一个书生来教她 读诗经 念观观居究 在河之洲 用的是毛诗序的教法 就是后非之德的教法 照着柱来解书 非常单调又无聊 这个小姐呢 她在自己家的书房 就看到她家后花园 但是一年多 从来没有去 踏进去一步 结果现在 竟然进了花园 去游圆了一下 回来 累了在桌上 假妹片刻 就做了一个春梦 在梦里面 自然她就梦到了 一个书生 柳梦梅 还跟这个柳梦梅书生 发生了云语之情 梦做得正好 度母上来 吓到她 所以在这个云语之欢当中 自然后花园的 大花神会出来 唱了一支包老吹 这个大花神 她就说 我要在这里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是 前身注定的姻缘 可是最后 他们的云语之欢结束 大花神说 我要碾片落花 惊醒她 这表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杜丽娘的父亲 杜宝太守 下乡去劝农了 封建礼教的代表 不在家 这个封建礼教代表 在阴阶间的 是由大花神来代替 所以大花神 要来保护他们 等于是默许 他们的云语之欢 可是大花神 毕竟代表是封建礼教 所以大花神 要碾片落花 惊醒他们 那杜爸爸不在家 自然要换杜妈妈 所以杜母 其实也是代表 一个封建礼教 所以它是一个明的 这样的一个惊醒 这是表层上看到 更深层的意义是 我们要想的是 这位杜小姐 她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第一次进到 那个花园里头 看到一个花园子 万子千红 百花齐放 可是是断井 颓圆 对照她自己的青春 多么的暗淡 多么的惨白 她应该会有第一惊 所以她会惊到自己 第二惊是 这个小姐 是个南安府 太守千金 用我们现在来理解 可能就算是 至少应该是个 市长千金吧 这样的一个贵族身份 竟然头一次进到花园里面 稍微游完片刻回来 就做春梦 而且春梦当中 是发生云雨之情的春梦 甚至她还梦到这个里面 柳梦梅对她说 小姐咋爱杀你了 这是杜丽娘的梦 这个小姐难道 不会吓到自己吗 做到一个春梦 才十六岁 所以这是第二经 第三经是 当这个小姐 她在追求一个爱情 自主自由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要有一个 理情二元对立 而这个理情二元对立 代表着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杜妈妈 因此杜妈妈在最后上场 其实还是理跟情 两者对立的一个 衍生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在这个当中 不上大花神 或者不上杜米的话 那么这出戏 怎么会惊到小姐呢 对好像分量就不够了 变成一个小丫鬟出来 没有那个惊的力道 对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再比如说 有些是文本当中的意涵 像是在杜丽娘游远的时候 她一进花园的时候 她形容自己的穿戴 说我现在穿戴呢 是脆身身出落的群衫儿妾 那她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哇 那个国学唱诗要很好 这个脆身身 并不是绿色 是鲜艳欲滴的样子 群衫儿妾 那个妾呢 是可以做红色的染料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折子 经典折子的演出里 不管是张继青演 画文一演 王凤梅演 王芳演 任何人来演 杜丽娘一定是穿粉红色系列的衣服 去游园 因为她的文本已经告诉你 她要穿粉红色 那像青春版当中呢 当时杜丽娘穿的是浅黄色的衣服 去游园 可是她嘴巴里唱的词 还是脆身身出落的群衫儿妾 这个可能就有点可惜 是 其实刚才我们有跟老师有聊到 很多人看牡丹亭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看牡丹亭 总觉得做了一个梦 为了爱上这个柳梦梅 就郁郁不欢 然后就走了 到了阴间去 可是好像这个柳梦梅 到底这么值得她爱吗 好像那个戏里头 感觉不出来这个柳梦梅 是这么的能够跟杜丽娘的痴情 能够匹配 这当中是不是也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在表演上面 其实汤贤祖原来的文本设定上 两个人是并驾齐驱的 杜丽娘会有游园经梦 柳梦梅就会有石化教化 我把这个叫做一个核心共构主体 也就是你要演杜丽娘跟柳梦梅的故事 这两段千万不要乱删 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知道的游园经梦 杜丽娘她在游花园这过程当中 是出去赏春寻春 结果竟然因而伤春 怀春之后撕春 到最后她竟然就一命呜呼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从龟房进到花园 再从花园回到龟房 所以其实她是往花园去寻找她生命的自由自主 她的婚姻爱情的一个自由度 从那个当中回到了这个龟房里 发现在礼教现实世界当中 是如此的不可得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自主追求 那个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她有一个跨越的从龟房到花园 花园到龟房当中 对于生命自由自主的追求 那么柳梦梅呢 她隔了三年之后来到了这个梅花园 这个梅花园其实就是原来的大花园 后来改建的梅花园 因为要进京赶考 她在这个地方暂时停留 不幸生病 病遇了之后呢 老道姑就说 你可以去看看我们这边有个后花园 各位可以想见到啊 这个柳梦梅去后花园 闲逛没有两步 竟然就发现湖山石下 韶绕南边竟然有一个檀香匣子 那个匣子当中自然留的 就是杜丽娘的自画像 三年当中没有任何人捡到 就为了等柳梦梅去捡 所以这个当中不是明明注定的因缘吗 所以重点不在于柳梦梅去捡到花而已 她刚捡到花打开一看 她其实看了一点点 她以为是观音图 因为课图当中实在太孤独 太寂寞又生病 她就想把这观音图 拿回书房去顶礼膜拜 至少观音会保佑她 身体健康 进京赶好顺利 拿回了书房之后呢 这个是个重点 在实教化这出戏呢 当年汪世宇老师 是以演实教化得到梅花奖 越美提老师是 在她毕生制作一个高品质的表演录像 中音对照版本 岳老师挑了两个剧目 一个就是牡丹亭的实教化 另外一个是赞花奎的胡楼 所以可见岳老师是把实教化当作 她毕生经典剧目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教化 她应该怎么演 所以岳美提老师 曾经在她的传记书当中 特别提到说 我这个教化一定要进到书房 我要在书房的 这个桌子前面一个小的梯形 跟我这桌子后面的一个梯形 我要在前面的大梯形 跟我后面的小梯形当中 四个基角都要注意到 来做我的身段动作 所以岳老师呢 他在这个当中还特别提到 说教化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看到那幅画呢 真正挂起来了之后 就要猜这画到底是什么样 是观音呢 还是嫦娥呢 所以第一个是猜画的层次 接着第二个呢 她要去认画 看来看去不像观音 因为是小角 观音都是大角 那嫦娥呢 旁边应该要有桂花树 要有祥云托 也没有 可见不是观音 不是嫦娥 那是什么呢 再仔细看 好像人间女子行乐图啊 哎呦 上面还有一首诗啊 这个诗的最后一句 不在梅边 在柳边 我就叫柳梦梅嘛 所以她就是在说我嘛 应该小姐就是 跟我有缘 这是变化 正化的过程 但是最感人的 应该是在后头 当柳梅梅 诚心诚意去顶礼膜拜 她把画挂起来的时候呢 她要怎么样演得不过火 恰到好处 把她的虔诚 把她对小姐的爱慕 把她对小姐之间 彼此的这种前世姻缘 演出来呢 尤其她在看画的时候 走到左边 她觉得小姐也在看她 走到右边 小姐也在看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姐的字画 像有透视画法 像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不管走到哪里 四目相对 都能交流 都能放电 于是柳梦梅最后 她自己的感情 非常真挚深情的投入 她要叫画 对着画教 要有沉地性 这叫三教 要姐姐啊 美人啊 姐姐啊 我那滴滴轻轻的姐姐啊 这样的情感 一成要比一成来得更痴情 只有这种柳梦梅 她才有资格 去跟前面杜丽娘 那样的深情相匹配 对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 很多的全本重构 里面演出 有的很可惜 要不是把柳梦梅 她去变化的 二郎神的一些曲牌删掉 要不然呢 就是把她在花园里面演完了 根本不进书房 那么这种演出方式呢 就会让柳梦梅 她的整个的痴情 去大打折扣 因为她可以表演的曲牌 变少了 表演身段被解说了 或者是她的情绪 没有办法铺垫 中国戏剧呢 跟西方戏剧 很大一个不同点是 西方戏剧在早期 1870年易捕生的 这个写实主义开始的 现代戏剧之前 他们基本上是 叙事结构的文本 也就是他们说故事的 技巧都很高明 他们可以把故事 说得很精彩 可是我们中国故事呢 基本上我们的戏曲 传统戏曲 不是叙事为主 我们的故事 常常说的呢 会旁知杰出 加上科混 疏离性 有时候还有情色语言 我们真的说得不太好 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在抒情跟表演 所以我们叫做 串珠式结构 或者叫做 唐葫芦式 意思是 我们的叙事到了某个地方 是重点的抒情 我们都要放大处理 因此一个实话或教话 其实真正说在 说什么故事呢 不过就是柳梦梅 出去捡到一幅画 回来柳梦梅 就对着这个画 胡思乱想 自作多情 但是认真去看 这个戏可以演上 三四十分钟呢 她是靠表演 靠抒情 来传达 来诠释柳梦梅的 这种痴情吗 因此要有实教化 并不一定是 完整的实教化 可是至少有几个 重要的曲牌 我们要保留下来 才能跟前面的 有缘寂寞 互相呼应 这是有关于 杜丽娘跟柳梦梅 她们两个如何 匹配的问题 对 我想这大概解了 很多人 大家心中的那种 别扭 怎么会爱上 这样子的一个男人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人都说 在汤贤祖的剧本 真的非常有趣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 在那个时代里头 就我们套句现在讲法 好像一个穿越剧 就是爱上一个梦里的男人 然后这个男人 爱上了一个剪道的画 但是真实的就 把这个生命就串在一起 这在真实生命里头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为什么在 明朝那个时候 汤贤祖做出 这样子的一个文本 我们说它的传奇 听起来真的还蛮传奇的 我们一般都说 怎么样来解读 这个牡丹亭呢 把它当作一个 才子家人的故事 或者一个女孩子 追求她的婚恋 自由跟自主 但是如果只是恋爱自由 这么简单的层次的话 可能太小看牡丹亭了 因为其实呢 是汤贤祖 他把他自己的思想自由度 投射在杜丽娘的身上 我们如果回去看一下 汤贤祖 他是怎么样的背景呢 我们会发现啊 他所交往的一些对象 比方说李卓武 李卓武是主张同心说的 或者是说达官真可和尚 那个都是自由主义派的思想者 在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就是跟礼教 完全对立的自由派 所以自由浪漫派的这些人呢 他们要怎么样 把他们的生命 追求的自由跟自主 可以借由一个文学作品 表达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深层去看 也许杜丽娘不是杜丽娘 杜丽娘应该是 汤贤祖的情义符马 他是汤贤祖的一个符号 借由杜丽娘 由生入死 由死入生 穿越阴阳界 表现汤贤祖自己 对于他的生命理想 追求自由的那种执着 跟那样的一种热爱 还有那样的一种坚持 以至于汤贤祖 是在杜丽娘身上 寄托了他自己 如果能够用这样的角度 来看这个深层意义的话 我想我们对牡丹亭 会别有体会 从一个牡丹亭里头 我们就可以发现 有这么多这么多 更深一层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它不只是 展现在舞台上 它其实代表的 还是那个年代中 汤贤祖他在面对 那个大环境里头 他想要表达的一些思想 又可以对照到 我们当今的关系 我们的角色 以及我们对很多环境的一些反思 没错 我想其实今天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不过真的很可惜 而且好快好快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但是非常谢谢陈方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精彩的东西 也开启了我们对于 所谓前家传统的认识 以及也开启了我们 有更想要了解 这些文本的意念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陈老师 也谢谢主持人 很希望很高兴 能够跟各位观众来分享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海天月 好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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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